Hello everyone,很高兴见到大家 要说一年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月份呢? 有人说是十月,今秋十月嘛 非常的美丽的一个月份 有人说是七八月 由于我们放暑假了,可以玩得非常的嗨 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说自己生日的那一个月份吧 那么你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哪个月份呢?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birthdays 每个人的生日,每个人的月份 OK,我们今天就是要掌握这些月份的单词 当你十二月的单词都掌握了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问别人是什么时候生日 知道别人是什么时候生日 也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生日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单词有哪些 January, January,一月 February,二月 March,三月 April,四月 May,五月 Jan,六月 July,七月 August,八月 September,九月 October,十月 November,十一月 December,十二月 看到这一连串的单词啊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二个月份 但是每一个月份看起来都非常的复杂 对吧?没关系 我们今天可以慢慢的学啊 一个一个慢慢讲 掌握重点句型有 When is your birthday?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用when来提问 My birthday is in December 我的生日是在十二月 我们还要学习原因字母 AEIOU的发音 我们之前学了很多字母组合 今天终于要来学习原因字母的发音了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十二个月里面的头两个月份是什么月份呢? 就是一月和二月 January, February 是吧? 那January和February呢 两个词看起来非常的长 是吧? 但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有相同的部分在哪里啊 对了 就是结尾都是以U-A-R-Y U-A-R-Y结尾的 那它前面的三个字母呢 而一月是J-A-N 二月呢是F-E-B 其实啊 外国人也知道 它们的月份实在是太长了 很难评写 所以很多时候呢 它们会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缩写形式 比如说啊 一月一号就这样子 诶 Jan first OK 就是一月二号了 大家都知道了 是一月的意思 好 Do you like January? Do you like February? 你喜欢一月吗? 你喜欢二月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月和四月 三月和四月 比起一二月来 是不是短了很多呢 而且更加容易 容易记了 那么March是三月份的意思 March还有 如果它的N不大写的话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三月啊 趁暖花开 是吧 那是一个非常适合行军打仗的日子 所以啊 行军打仗 诶 这个行军一般是在三月份 所以March也有行军 行军远征的意思 好 那我们再来看四月 April April April呢 是四月 这一个呢 比较容易记 直接根据音标 April April 就可以记了 My birthday is in March My birthday is in April 我的生日在三月 我的生日在四月 接下来是五月跟六月 哎 好像也没有那么长了 对吧 而且五月份呢 几乎就是只剩下三个字母了 所以他缩写的时候呢 就没办法再缩了 只能够用他的全拼了 M A Y M A Y 就不要再缩写了 好 May是五月 那其实这个灯词呢 也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场合 比如说 May you happy May you happy 希望你快乐 May呢 也有希望的意思在里面 那其实啊 他当时是为了纪念五月的一位女神 叫做玛雅 May 是不是跟玛雅有点像 玛雅 Y是吧 玛雅这一位女神 所以呢 叫做May Jen呢 是六月 Jen这个单词跟Jen 那个名字减 好像有点像 是吧 那一个是J-A-N-E 一个是J-U-N-E 这两个不要弄混了 Jen是六月份 I will go to Beijing in May I will go to Beijing in Jan 我会在五月去北京 或者我会在六月去北京 July July是七月 大家发现没有 七月跟六月其实也有点像 是吧 那六月呢 是J-U-N-E 对吧 那七月是J-U-A-L-Y 好了 那我们可以联系写记 一个是六月 一个是七月 July July August 是八月 August August这个词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有气势啊 对吧 那其实呢 它是一个皇帝的一个真号来的 它的原来的真号是用 是 拉丁文 那后来呢 把它改成英语呢 就变成了August August 八月份 那July August 是我们放暑假的时间 这两个月份 是一定要记住的 好 It is very hot In July August 七八月 天气非常炎日 所以我们才会放暑假嘛 对吧 接下来我们一口气 已经来到了 九月和十月了 哇 好厉害 马上就要 一年要过去了 September September 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里有个P 是吧 Sup 那这个P呢 是没有发音的 它有这样一个口型 但是没有发出 这个音来 September 直接就读Tember了 OK September 那September是九月份 October呢 是十月份 那September是分成三个 我们可以分成三段来记 SEP TEM 和BER OK October呢 是OCTO BER 那发现没有 他们也是都 以BER结尾的 就是九月和十月了 September October I brought this dress in September or October last year 我在去年九月买了这件裙子 或者我在去年十月买了这件裙子 借词也是用in in September in October 那同样接下来 十月十二月 他们的结尾也是以BER 结束的 其实他们还有更多相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有EM 对吧 EMBER EMBER 是吧 November December 那同样呢 这两个也是可以用缩写的 你只要记得前面三个 NOV点 DEC点 那么你很容易都知道 哦 这是November 十一月 这是December 十二月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很可惜啊 不能用缩写形式 所以大家还是老老实实 把他们分三个音节 记下来吧 November December 嗯 就是这样 I like playing at the snow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我喜欢十一月 十二月 在雪中王 那十一月 十二月 也是到冬天的时候 非常的冷了 应该有下雪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是来 呃 介绍一下自己的生日 My birthday is in 用介绍 in in加上月份 来说一说自己啊 是几月生日的 OK 好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小朋友吧 这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介绍自己 应该怎么说呢 My birthday 我的生日是在August My birthday is in August August 好了 刚 August是几月 大家还记得吗 对了 August它是一个罗马的 这个皇帝的称号 吃完了这个 呃 床帝刚好是在八月的时候 称帝的 所以它是八月份 八月 八月 它是八月份生日的 那我们找一找 这个小朋友吧 这个小朋友 要怎么介绍自己呢 My birthday is in June My birthday is in June June呢 就是六月份 六月份 OK 再找一找 呃 岁率前面的一个小朋友 他说 My birthday is in January My birthday is in January 我的生日是在一月份 好了 那下面你介绍一下你的生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ily and Bill的一个对话 Lily在邀请Bill去他的生日聚会 Hi Bill Can you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Bill 你好啊 你能来我的生日聚会吗? Sure When is your birthday? 当然可以了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It's in November On the 1st 是在十一月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呢? 在一号 When is somebody's birthday? 是询问某人 什么时候生日? When表示什么时候 就是询问时间的啦 对吧 When is your birthday? 就是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你妈妈什么时候生日? When is your mother's birthday? 回家的时候 用It's in加月份 或者是使用词性或者代词 加birthday加is in加月份 其实啊 说起来复杂 就是真正操作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你可以直接说月份 It's in November It's in December 也可以完整的回答就是 My birthday is in November It's in December 就是这样 很简单吧 好 My birthday is in July 我的生日是在7月 It's in July 就是这样 一个呢是比较完整的回答 一个呢是简短版的回答 那有个同学发现了 老师老师 他证悟回答不一样啊 他后面还有一个小尾巴 On the first 什么意思呢 first有第一的意思 对吧 那如果是在月份后面的first 说明是几号 他说的是一号 一号就是first 这里要注意的是 月份里面的一号 二号三号 都是要用 叙述词 就是first second 和third 来表示 那么从四开始呢 就是four and fifth 这些来表示了 对吧 所以呢 一二三一定要记住 他这里就是说 在十一月的一号 on the first 那么要区别一下 月份前面用的是in 那具体的某一天 要用on on the first 在一号 就是这样 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一练吧 问一下对方的生日 这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用哪个词 when 是吧 when 表示在什么时候 when is your birthday joy 你生日 是什么时候啊 it's in may 是在五月的时候 那么你完整的回答可以是 my birthday is in may 你可以吧 那如果你是五月的二号 你可以说 it's in may on the second on the second 在二号的时候 或者直接说 it's on may second it's on may second 五月二号 就是这么简单 come to my snow party 好了 这是一个邀请函 请来我的雪聚会 就是玩雪聚会了 是吧 snow party snow是雪 party是聚会 my birthday is on january 2 我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一月二号 其实就是second的 对吧 它这里呢 就是很简单的写了个二 你也知道是二号了 那要注意的是 这里飙红了on 为什么要注意啊 我们之前说过 月份前面要用in 对吧 in january in march in april 都是用in 但是这里由于后面 它跟上了一个什么呀 跟上了这么一个数字 就说明啊 它是具体的某一天 具体的某月某一天呢 那肯定就是用on了 ok 好 please come to a party at my house 请来我家里举办的一个聚会 a party at my house 这是什么的 哪里的party呢 是在我家里的 我房子里的一个party at my house we can eat delicious food and play in the snow 我们可以吃好吃的食物 food 我们之前也在学过的食物 对吧 吃美味的食物 而且还可以在雪地里玩 哇 因为我甚至是在一月份 还是很寒冷的冬季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吃好吃的 还可以管雪呢 是不是特别的棒呢 瑶瑶 这里有个落款 瑶瑶 是瑶瑶发出这个邀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sounds 今天厉害了 我们一下子要学习五个原音字母 好了 我们之前学过了很多的 ot啊op啊un啊之类的字母组合 是吧 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学一些原音字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在很多的单词啊 我们都要看它是不是原音发音开头的 比如说apple 它是原音发音开头的 那么前面的罐子要用n 那到底什么是原音呢 我们来看一下 原音字母呢 有五个 就是a e i o u a e i o u 但是这一个呢 是他们这个字母的读音 是吧 但是如果他们在单词里面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发音规律 a呢 一般发成a e 当然它很多时候也可以发成其他的音啊 但是我们这里挑的是他们主要的发音 a在这里发的是a的音 比如说cat mat back mat fan tat 那e呢 在这里发的是a a vat pan tan leg bat 好 那有同学都说老师 我感觉这两个音好像很像 哎 没错 这两个音呢 有时候呢 会很难区分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的a 是这样 对吧 e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把这些看成是口腔的话 大家发现没有a的口腔是不是张得比较大啊 e的口腔是不是张得比较小啊 对吧 同样的a他发的这个at的音呢 是口张得比较大的啊 有一些老师呢会说他需要三根手指 at 其实不用那么夸张 但是要张得大一点是没错的 at at 对吧 那e呢 他发的这个at呢 是比较小的 你就把它缩小成一半 at at 这样子就可以听出区别了吧 比如我们找一个比较相近的是哪一个呢 嗯 就这个pen和pat 好吧 这个是pat p-at pat 这个呢是pen pen p-at pen pen 是吧 是不是感觉出不同了 所以呢 在读这个第一行的时候呢 口腔还是要比较用力一点啊 读完之后你会觉得两下好像 嗯 有点酸 好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i的音呢 是发it it it it呢 它的口形呢 是比较放松的啊 然后呢 比较 比较缩小一点 it it 对了 而且比较简短 fit fit hit hit six six week week his his kit kit 嗯 对是 全程保持冷漠脸 嗯 不要微笑 不要 kit 嗯 不要微笑 OK 好 再看一下o 发的是o o o dot box hot dog log pop 哦 哦 嘴唇呢 还是微微有圆的 哦 OK 好 最后一个unifor是啊 啊 啊的音 哎 fun hunt run bun nut 就是这样了 好啦 那大家要记住 好 现在闭上眼睛想一想 我们今天学了哪五个原音啊 A A A I O U 对吧 那他发的音呢 分别对应 A A I O A 就是这样了 非常简单 那他们还会在其他单词里面扮演不同的这个发音 那么大家注意收集 看一下例题 天空 which is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year which is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year 好 有人说了 所以这个单词看起来好熟悉啊 month 什么意思 是不是嘴巴 哎 没错 它跟嘴巴的单词非常像 嘴巴的是month month 那是月份 OK 好了 second month 之前才说了 first 是第一 second 是第二 所以这问的是一年里的第二个月份是哪一个 which 就是哪一个 好了 那下面八起手指算一算了 第一个单词是January 第二个单词是 对了 February OK 第二个月份就是 February February 那如果我问的是 third month 第三个月份是哪一个啊 你可以说 March March 对了 第三个月份就是March 那大家一定要把一到十二月份背到 滚瓜烂熟 随便跳一个就能够说出来它对应的月份啊 对花线部分进行提问 My birthday is on the second of the month March 这里呢March就是三月了是吧 三月的二号 那它这个表达呢比较新奇一点 我们之前学的都是 比如说in March啊 对吧 直接在三月 或者是March 2 直接后面加个数字就知道是三月二号了 但是在这里呢是吧 这个日期先放在前面 second 然后加个off 加上月份 就是指三月二号 三月二号 这个感觉是非常的高大上的一个表达方法 好吧 好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生日是在三月二号 那么根据这个话信部分来讲 问的应该是什么呢 对了 它这回答的是在几月几号 说明它问的肯定是时间 而且问的就是你的生日 对吧 那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就是 你是在什么时候生日的 你的生日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 When is your birthday When is your birthday 问号 就是这么简单啦 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手续的内容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学习了 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的这些单词 对吧 非常的长 但是还是熟能生巧 看多了就能够记得了 January 那其实你只要这么顺势的背下来 你就知道它到一到十二月 那么你数着手指啊 这么一数就知道它是哪个月份了 OK 好 Birthday也是我们今天重点单词 生日 When is your birthday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First 首先 还有第一的意思 一号 Party Birthday party 生日聚会 Delicious 美味的 句型呢 就是要告诉你如何啊 去询问别人的生日 When is your birthday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When要好好地记住 它的拼写 W-H-E-N 也要记得写 记得如何去写 My birthday is in什么月份 It's in什么月份 这个是一个简短版的一个回答 It's in什么月份 对吧 好 那然后呢 我们还学习了原音字母A-E-I-O-U的发音 他们在单词里面呢 一般会发什么样的 E呢 比如说A 它发的是A E发的是A I发的是It It O呢 发的是A O U呢 发的是A 就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全部记得了呢 好的 OK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